西藏的神秘和美景吸引了许多海外朋友前往 比如来自新加坡的华人 因为新加坡是中国的免签国家 所以去西藏旅游相对方便些 关于新加坡人到西藏旅游的攻略 折马今天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一 旅行时间15天内无需签证 因为是免签国家 所以只要在中国境内停留不超过15天 不需要再另外办理签证 只需要准备好护照就行 但如果您到西藏旅行的时间超过15天 就需要办理中国旅游签证 二 到西藏旅游需要办理入藏韩 新加坡人到西藏旅游是需要办理入藏韩的 且不能个人办理 只能找当地的旅行社代办 在西藏旅行期间 不能自由行 必须以跟团的兴事游玩 三 到西藏边境地区需要办理特殊证件 因为西藏的特殊性 所以新加坡人到西藏的边境地区 都需要另外再办理外国人旅行证 军区韩等证件 比如珠峰大北营 西藏阿里 西藏林芝等地区 但是这些都不用担心 您只要提供护照的扫描档案给我们 我们会根据您的行程办理相关的西藏旅行手续 四 新加坡人如何到达西藏 目前还没有从新加坡直飞拉萨的航班 我们建议您可以选择先到成都再进行中转 到达成都后可以选择搭飞机飞进拉萨 或是达乘青藏铁路火车到达拉萨 以上就是新加坡人去西藏旅游的攻略 更加详细的攻略请联系卓马哦 台湿的雷 我是周马 我们是旅游业专业专业专业业专业 如果您有任何计划参加坡人 请订阅我来帮助 我的电话是周马1991 Gmail.com